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跟大家拍一個每月最愛 我最上次拍一個每月最愛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已經是2016年的7月 總之是暑假那段期間 好像是 應該是 已經很久了 我就把那些6月的最愛寫了 看上去也不是很多 過去一年的有些最愛我都忘記了 但最近我喜歡用的就是這些 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剛才說到我今個月第一個最愛 就是Avent的 Thermal Spring Water 讓我看看它的材料 它就是水和Nitrogen Sorry 今天是OK 我怎麼用它呢 就跟平時的保濕噴霧差不多 就是臉乾乾的我會噴一噴 或者有時候很熱我又會噴一噴 你會看它其實很細枝 所以拿出去也非常方便 或者有時候補妝前都可以噴一噴 想噴就噴 噴臉都很好 因為它只有水和Nitrogen在裡面 我覺得就比保濕噴霧比較健康 不是健康 但沒有那麼多刺激臉的這個字 如果這個影片我不停地向上向下 或者左右前後 其實我現在是抹著大字馬來拍片的 因為走回 雖然我可以教tripo 但我覺得教自己的腳比較容易 所以就這樣 第二個就是Estée Lauder的 Double Wear Light Stay-In-Place Make-Up 那我在有兩段影片也有說過它 在Sephora Haul也有說過它 還有在上一段 GET READY WITH ME 就是用一些新的產品 來做一個第一印象 再加一個小小的reveal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就是它就好像它的最黃牌 那這個粉底液 那這個粉底液就是 我沒有用過 但聽說是中至高度遮瑕度 然後是非常持久的 那這個照樣是有持久力 它是比較透薄的 那對我來說 我比較喜歡妝 它可能是有一點比較透 就是就算有夏天 我都不太介意它 它會租出來的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也非常好 再加上現在這麼熱 特別香港這麼熱的夏天 就很適合用這些比較薄 和輕身的底妝 十分之自自自自自愛 那就是這個TUFACE的Sweet Peach Palette 那其實這個palette 都不是那麼新的 給大家看 遮住鏡 其實我沒明白為什麼要遮住鏡 但你看它的顏色是 怎麼說呢 是這個橙 其實沒有什麼橙色 是粉粉的 但是又有些啡 又有些紫色 又有些綠 那你就這樣看上去 我會覺得 嗯...粉色好像也不是經常用到 但其實它有那些 非常之容易可以carry到的粉色 再加上它有些綠色 那些綠色其實塗上眼睛是非常之靚的 會顯得你的眼睛特別啡 那我在上段的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都展示了大家 如何化其中一個的眼妝 整件事真的很好 我買了它之後 我是差不多每一天都忍不住 一定要去用它 除了今天 因為今天我試了一些新的產品 非常之喜歡這個 但我喜歡它的程度 喜歡的是我畢業的時候 也是用這個眼睛 那你知道畢業照片 你會很多年後都會看 是一輯 非常之重要的照片 那我都用了它 那我真的非常之喜歡它 那就是這個GALIFORNIA 就是BENEFIT 最新 是不是最新 應該是最新的眼睛 那時候我也在Sephora Hall 有展示過 它就是一個非常之... 我今天都塗了 我真人看非常之舊色 但照片可能會淺了一點 但是你塗上面 它有少少的金色 但它不會說很明顯 一塊一塊金粉 那都... 是一個挺漂亮的顏色 再加上它的香味 是一個... 我認為是太陽油的香味 那我就非常之喜歡這個香味 下一個呢 就是L'Oreal的CC Genius Balm 這套的唇膏 我在我上一段影片 做了一個... 試飾家第一印象的影片 那我今天都在塗它的 這個是... 我整個collection 我最喜歡的顏色 除了我的Dior Lip Glow 那是我下一個最喜歡的 我是用它用得很多 就是我試完它之後 我差不多每一天都有它 在我的手裡 因為它真的... 什麼妝都可以配搭 因為它是一個... My lips the better 就是我唇色 但更加好的顏色 嘩... 那麼多穿酒 那些呢... 所以... 這個也一直跟著我身 再加上它真的... 就算我的嘴乾 我的嘴是算偏乾的那種嘴 我都不一定要用潤唇膏 就可以直接上去 然後我的嘴就慢慢... 到潤了 那加上這個顏色真的... 非常之美 Dior的Lip Glow 那又是在我兩三段影片 那個Sephora Hot有說過 真的用了很多... 你這樣看不覺得很多 但大家都知道唇膏是挺喜歡的東西 那我都用到它... 變了型了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 很自然的顏色啦 它不是非常出色的 但當然它也有顏色的 也是一個自然的顏色 在唇膏的身上看它呢 你會覺得它是非常之深色的 嘩... 那麼深色 但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 深一點點 和帶一點點紫色的... 有色的潤唇膏 還有這個Dior的006號 Berry的Lip Glow 都是我畢業那天 帶出去補唇的那個唇膏來的 所以... Urban Decay的... All Nighter Makeup Setting Spray 這個是Long Lasting 有什麼... Oil-Free Paraben-Free Temperature Controlling Technology 那其實它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定妝噴霧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上次出... Urban Decay的Event 它送給我們的 其實... 但這個呢... 我已經用過好幾支的了 之前在影片裡... 應該也有show過 這個如果沒有的錯 大概是我第三... 或者第四支 你髮型的妝就噴幾下 我今天噴了 但是呢... 你要注意不要說噴得多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噢...我噴多一點 你放得緊一點 但不是喔... 千萬不要噴太多 因為有時候有些過分噴呢... 你會反而令到你的妝容 然後下一個呢... 又是一個... Dior... 其實這個呢... 很頑皮... 我是在... 今個月六月買的 但我說明六月不買東西的 但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 整個collection是... 如我沒有記錯 我是沒有一樣的產品 那這個呢... 就是Dior的... Dior Show Maximizer 3D Triple Volume Plumping Lash Primer 眼睫毛液的... 底妝 然後再加上呢... 那時候呢... 因為我朋友Tina跟我說我非常好用啦 我去到一個銷售士跟我說 這個我簡直可以晚上睡覺 當一個... 眼睫毛的... 是精華... 即是你用的 即是... 其實它是... 一半化妝品... 一半... 眼睫毛那些... 算不算護膚品呢? 但真的都有... 好處的 但當然我沒有試過在晚上用 我心想... 如果它一個primer 在晚上用的可以不可以嗎? 但我買了它之後 我就每一天都用它來化我的... Mascara 我的Mascara就好像真的沒有怎麼掉 即是有時候... 如果真的太熱呢 真的有一點點掉在下面 但真的... 沒有掉 所以這個我非常之喜歡 下一個產品呢... 其實我有想過... 擺不擺入Favorites裡面 因為我覺得在香港應該買不到這個產品 這個就是這個M61的品牌 其實它就是Blue Mercury 就是一個類似Sephora 都是美國的... 賣化妝品... 護膚品的... 店舖 這是它自己的牌子 這是一個Power Spot Concealer 就是一個Concealer 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二合一的產品 它是一半護膚品 去對抗你的暗瘡 一半就是遮瑕 這個跟Dior的一樣 也是可以在晚上都塗過 但我沒有晚上塗過 因為我不想... 它會弄髒我的枕頭 還有其他晚上用的暗瘡產品 現在如果我有一些... 是活化的暗瘡 是不是活化暗瘡 不是... 即是一些... 現在它是有膿 還會痛 剛生出來的暗瘡 要真的遮瑕 那一天 我就會用這個來遮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我已經染了一個正常的啡色頭髮 如果你們有興趣我這個頭髮 其實是Carmina的時候 我們在美國在CVS買了一盒 染髮劑 我放了一張照片 就這樣染的 但可能大家染出的顏色 未必會跟我一模一樣 因為我的頭髮是飄過 再加上我染的時候 我的頭髮還是有一點粉紅色的 所以應該可能每個人出的顏色 都有點不一樣 說回整體 這是這個Moroccan Oil 的Moroccan Oil Treatment 這個就是for all hair types 其實我之前有說過 你買髮油不一定要買很貴 但這個當然就是偏貴 但我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我非常喜歡它的香味 我記得之前我用過一個 sample size 然後我塗了上頭髮 我發現它說很香 但我記得我忘了噴香水 然後我聞一聞自己的頭髮 原來就是我那個Moroccan Oil 在頭髮的香味 那時候剛巧我在美國用的髮油 就用完了 我就決定買一支 其實我是一月用到現在 每天都用一至兩瓶 但你看它現在到這裏 就是只用了小半 所以其實都很開心 其實最近這半年 我就穿得多了很多球鞋 因為始終在Savannah 我覺得沒有一個需要去 即是不用穿高跟鞋 平底鞋 所以其實我個人 是不太會穿高跟鞋 所以我就多了穿球� 這就是我今個月最愛的球鞋 這就是Adidas 這就是Stan Smith 但我這就是深藍色的 其實我買這雙球鞋的原因 就是我跟Jessica去吃飯 我還不是吃飯呢 我記得是吃飯的 我現在是吃小籠包 然後我這雙鞋 我對Melissa的膠鞋 現在是落原 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這雙鞋 前面的裝飾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 我已經踢了它三次 那我就覺得非常明顯 一隻鞋有心 一隻鞋沒有心 那我就決定了 我需要換一雙鞋 因為我吃完飯 還要見其他朋友 那我就買了一雙球鞋 那剛好我最近那雙 converse 不知道為什麼人間消失了 那就非常之好 因為白色的球鞋 是什麼都配得到的嘛 而且最加上我本身很喜歡球鞋 本身我很喜歡白色的鞋 所以就 這個就變成我今個月的Favorites 我想我今天可能都穿這雙鞋 好了 我第一次出街都穿這雙鞋 那我已經很久沒有在Favorites 片裏面介紹過書 因為不知為什麼 去到美國 雖然少了工作 但是我都反而沒有了心情去看書 最近回到香港 在這裡執訪的時候 就找回一些舊書 其實這本書我之前已經看過一次 但現在就再拔出來 再看多一次 再把它捐出去 再把它捐出去 那這本呢就是叫做 Shop Holly and Sister 其實它是關於一個女生 它的名字叫Becky 它就是一個購物狂 那也挺好笑 就是一個很輕鬆的讀法 就是你看這些字 就是本書裡面的字 都是幾大顆的 都讀了小半 那我就覺得這些很適合 躺在沙灘裡 或者在泳池邊讀的書 因為是 比較放鬆的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天氣讀這些書 非常適合 講完我今個月的Favorites 始終還是很久沒有拍Favorites 所以希望我記得 講所有需要講的Points 其實我已經寫了個稿子 在我本書裡面 但是 對 很感謝你們看到最美美 那我就會很快在下段片裡見 下段片應該是個Vlog來的 我現在其實等著Nik媽回家 我想她已經就是到了 對 那我們在下段片裡見 拜拜